在数字互联时代 便利性和舒适性已成为用户的核心需求 利用AI智能实现家具产品自主控制 多单品联动协调的全场智能空间 已成为当下市场发展的新契机 奥加华AI按摩机器人2.0 通过搭载自主研发的皮感追踪科技 综合运用人脸识别智能AI算法 云端个人健康数据库等新技术 构建围绕用户健康的检测分析条理闭环服务系统 打造更全面的智能健康交互空间 集团负责人表示 通过植入人工智能系统 不仅让产品在硬件配置和系统软件上更精准 还能降本增效 帮助企业更好的节约研发成本 提升产品的研发速度 带动销售提升 我们的按摩已接入到的是 鸿蒙整个智慧生活的一个大生态 互相之间其实是有一些数据交互的 那这种交互其实就是 我可以了解到消费者 他今天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状况 他会帮你制定一个计划 然后能够让你全周期的 去对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进行一个调整 在传统病房中 一个护士通常要负责 好几个病人的护理工作 如何在保障患者就医体验的同时 又兼顾医护效率呢 迪耐克智慧病房 借助智能终端显示设备 将原来散乱的医疗数据 进行集成显示 护士可以通过显示屏 及时了解患者的信息 风险标志 输液进度等护理工作内容 并使用医护呼叫 实现各业务环节的相互协同 目前 迪耐克已经和全国超1000家医院 达成合作 共同建设智慧病房 全面实现了病区多模态数据的 处理和分析 在未来 迪耐克物联智慧将继续贯测 智能化赋能医院 积极推进医院领域的国产化替代 为医院领域国产化的发展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 厦门不断培育本土创新能力 坚持把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目前 我是人工智能产业链基本成型 涌现出瑞维信息 美图 渊庭信息 硕程科技等一批优秀企业 厦门软件员 获批设立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 首个基于鸿蒙的开发者创新应用中心落地厦门后 迄今为止 以赋能220多家企业 打造行业标杆20个 覆盖智能交通 运动健康 医疗等1000多家企业 同时 我是还不断优化政策服务 今年上半年 以兑现市级软件产业政策资金5000多万元 进一步出台 厦门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优化厦门市技术创新基金软件企业办事指南 持续支持软件企业增产增效 厦门市要打造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基座 提供一个创立的平台 还要能够突破一些重点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 能够在厦门市的各行各业里面 都进行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